2月1号 2017酷狗直播年度音乐盛典 在广州圆满落幕 活动现场群星闪耀 李宇春 林志炫 杨宗伟 李渔刚 毛不易等众多明星大咖 精神加盟 与直播歌手同台演唱 实力唱将林志炫 与华语歌手庄星炎对唱 输了你 赢了世界又如何 杨宗伟和宁萌带来大热歌曲 凉凉 汪苏龙 何寒震 甜蜜对唱 有点甜 毛不易携王子带来消愁 舞台女王李宇春实力压重 竞歌热舞演绎热门金曲 竞选女王风范 一场超震撼的视听盛宴 简直让人大呼过瘾 现场林志炫也大方透露了 18年她的小目标 18年的目标 我每年都会替自己定目标 就是唱得更好 那18年的小目标 就是希望能够比一千年唱得更好 可能会有 希望能够唱到更多好听的 就是很多的星座 或者是其实 在影视 动画 跨界 这种主题曲 演出等等 也许 而最近被粉丝贴上 活血歌手标签的杨宗伟 接受采访时 也是哭笑不得地做出解释 其实我也没那么佛想 对 因为可能我跟圈 我在圈内比较少去接触 然后我也少 少 就是我认为朋友就是 一两个就足够的那种 不是那种人 然后 我也比较少去 做一些宣传 或者是形象上面的塑造 当没问到是否想尝试跨界时 志炫欧巴和综尾小哥的回答 如出一辙 都表示只想专注做音乐 蒙古拉新闻 出院这些谦逊又低调的优秀歌手 在音乐之路上一路前行 报道